咆哮帝无疑非马景涛莫属 其实这个词本就远于他 当年因为马景涛在拍摄穷摇深情男主时 太过于投入 演到激动时总是情不自欣的咆哮 因此很多女演员都怕和他合作 久而久之 这种表演手法也成了他独特的代名词 但就是这个剧中深情男主 剧外却旅传负面新闻 像家暴强闻女星 可在一阵讨伐声中前期却为他证明 不由得让人好奇 马景涛究竟有过故事 本期跟随阿静为理解开马景涛 距离居外的故事 12年出生于台湾的马景涛 父亲是辽宁人 母亲是台湾人 因此马景涛经常被朋友调查 南北混血 不过因为父亲是警察局局长的原因 所以马景涛添受一些倔强 但却对音乐情有独钟 甚至在学校里还组建了自己的乐队 后进入世心广播电视科 世心大学 并在父亲的安排下 去英国戏剧学院进修一年 归来后在电视剧做助理 后音中视招聘男演员 马景涛凭借俊朗的外表 和高大的身材 成功进入演艺圈 从84年前月开始 马景涛开始狂接戏 像新鲜的顾湘 梧桐夜雨 顾剑恩仇怒 谁杀了大明星等 短短四年 节拍了七八部电视剧 但都没有什么反响 直到89年的春去春又回 剧中马景涛饰演反派张长贵 将角色内心的复杂变化 表现的淋漓尽致 一曲成为当年金冲奖 最佳男主角 也正是因为这部剧 穷瑶注意到了马景涛 成为了血科中的男主 罗志刚 也正是从此剧开始 马景涛成为了穷瑶的御用男主 像《青青河边草》中 俊朗公子哥何世伟 梅花落中的痴情公子浩珍 水云间的背情所困的 落魄画家 提名金冲奖最佳男主角角 几步穷瑶俱下了 让马景涛跟随剧中的角色 不仅成了痴情男主 更是自创了表演方式 咆哮式 因为导演曾说 不用这样的表演方式 没有什么看点 第一次 马景涛开启咆哮表演时 和一位女演员对戏 因为演得太过于走戏 一边不停地摇晃对方 一边喊得歇斯底里 一度让女演员懵却 但导演却说 就应该这样演 由此 马景涛开始了自己的咆哮之路 不过 马景涛除了穷瑶的电视剧外 也有其他经典作品 像94年的 《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 看过这部作品的粉丝都知道 这部集合了最美周芷若 周海妹 最惊艳赵敏 叶同 一代经典作品由此产生 而后马景涛又带来了 《东游记》中的吕洞斌 一喜白身 一缕飘放 一把折胜 温润如玉的公子哥 想必就是这样吧 成就史上最帅吕洞斌 不过真正让马景涛演技 和知名度提高的 还是当年大火的电视剧 《笑装秘诗》 因为在演这部剧时 有朋友建议马景涛收着表演 再加上多尔滚的定位是 历经战场的成熟男人 和对大玉儿的身情款款 出来的表演效果非常惊艳 当时多段感情戏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 马景涛的演技可谓炸裂 因为《笑装秘诗》的爆红 马景涛又相继出演了 《黄太子秘诗》《太祖秘诗》 侧面让马景涛从穷瑶多情小男人 到一盏红不知智家国天下的男人 至此马景涛彻底转型成功 但随之而来的 却是马景涛的负面情识 当时爆出马景涛演戏激动时 控制不住自己 和陈德荣的多次合作中 都差点弄伤人家 更是在综艺上想问其他女星 像宁静 刘嘉玲等 不过这些比起来 马景涛最让人瞩目的是她的感情 从新小吉到正宁秋 再到和唐宁一见钟情的婚姻 当时马景涛刚凭血科爆红 经常在剧组度过 对于这个新婚妻子鲜少关心 甚至唐宁生女时 马景涛都没时间看一眼女儿 所以在三年后 因为缺少关爱和沟通 两人好聚好散 之后马景涛又遇到了田丽 田丽虽有着蛇心美人之称 但生活中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女人 对这对妇女极好 便很快走进了婚姻 但在这段四年婚姻 却在唐宁的那一句 你最好离开这个男人结束 原来马景涛疑心比较重 犯错了就家暴 一时间马景涛成了重拾之地 但却在风声网中 遇到了吴嘉妮而转了性 吴嘉妮比马景涛小21岁 看着并不般配的两人 却过得极为幸福 在吴嘉妮生子期间 马景涛像照顾女儿一样 忙前忙后地照顾生活齐居 更是平平秀而爱 但这段甜蜜的婚姻 却在马景涛那一段 我的爱 我的幸福 我的婚姻 都将在今天 画上最美好的句号中 结束了十年幸福 而这个前妻 却并没有说任何 马景涛的坏话 甚至为前夫马景涛证明 看到这里 阿景可以用一句俗话来理解 我不是渣男 只是我不够爱你 马景涛这一生的感情 似乎从未圆满过 可能和他那容易失控的情绪有关 不知道经过岁月洗礼 马景涛是否会安静 未来又会遇见什么爱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